今天就是工厂里面很多工人他们也是复工不久 其实讲到复工这个话题的话 你记不记得自己就是复工的第一个工作是什么 为自己的影视剧配音 你说公开的场合吗 那我觉得这个算是第一次 非常正式的 所以你就是第一次回到工作岗位的心情是什么 激动 然后有一点小紧张 怕自己没有适应这样的一个工作的节奏 所以现在的工作节奏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就是又恢复到以前那种 一早起每件事情自己要去 去在脑子里面要过一遍 我接下来要干什么 我比如说我要开那个会 那个会的重点是什么 我能帮大家做的是什么 我今天在这里是为什么 而不是我今天就来了 没有带脑子来那不行 对 那你说的就是就是恢复跟以前一样的节奏是哪个阶段的那个节奏是差不多的 就以前所有的工作状态都是这样 不能允许自己比较滑水吧 就是工作还是得认真的去对待 那你会夜跑什么的吗 夜跑 我现在都不夜跑 我现在在家里登那个椭圆仪 就跟之前比啊 比如说去年夏天 然后还有这一个过年这个阶段 你讲讲去年夏天然后以及过年阶段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作息 缺教的作息 对其实总结来说就是休息时间较少 然后过年的这段呢就是 过年吗 对就是春晚之后 哦那就居家隔离呗 那对啊就很很生活 很生活 大家怎么样 我也怎么样 其实在家里面 你后面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安排 对于我来说 最理想当然是拍戏 嗯 就是说复工以来 其实工作节奏没有那么强 没有那么就强度没有那么大 对对对对 强度没有那么大 其实我还挺怀念一些工作强度大的时候 我比较喜欢那种忙碌的状态吧 我觉得会会让人激发出最好的状态 嗯 我觉得觉得那种高压的状态下整个人的状态其实最好的 现在回想啊 现在回当时会觉得很累 但其实现在回想你会觉得好像人在一种高压的状态下面 嗯 才会激发出一种最好的状态 嗯 如果那时候算是百分之百饱和的话 那现在是什么样子 但我觉得那个时候也没有到百分之百的饱和 没有那么可怕 嗯 也没有那么可怕 我觉得那个时候可能到达85%吧 那现在可能百分之 70 百分之65的状态吧 嗯 如果没有那么忙 你会慌吗 慌到不至于 我觉得可以把这些空闲的时间利用起来吧 嗯 比如健身 我现在在健身 然后比如说配音 台词的问题 看剧本 看书 看电影 我这个加息把之前遗留下来的很多电影都看了 有特别喜欢的吗 《雾沙》我蛮喜欢的 然后我最近看到一个《春潮》 好雷老师演的 我还蛮喜欢的 嗯 《雾沙》里面你印象最深的是谁的表演 当然是陈忠老师 让我有点害怕 害怕的 他 你会去就是脑补自己能演他那个就是他对你两个小朋友的那个那个经典的场景 会会会会会 怎么说我觉得 对于演反派来说我自己也很怕把一些坏人脸谱花 就是他的那种气场是从内到外散发出来的 他没有说是需要用夸张的动作或者是怎么样去给自己包装 他就是一个很凶利的眼神 我觉得这种东西是历练吧 希望自己以后可以可以成为这样一个优秀的演员 《春潮》他就很细腻了 我觉得那个纯粹就是我带着一个观赏的角度去看 不会太多把自己带入进去 因为他是一个讲母女关系的这样一个家庭的一个剧嘛 我会去看他们的一些郝蕾老师他里面的一些处理的很细腻的方式啊 就是挺感动我的我觉得 演员或者是电影老师会被分成商业跟文艺 你有时候会会想自己有可能出演什么艺术片这样的 哇我当然想了 我当然想了 就是希望能有这样一个 希望一个机会吧 因为你接下来的那个 蓝莲夏和余生什么的 可能也会跟观众见面什么的 哦是 其实蓝莲夏听说你当时还挺苦的 嗯也不能说苦吧 就是一个状态吧 一个阶段 一个阶段 那个时候的阶段是一个 新人的一个非常青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对于拍摄这个事情还比较陌生 对于演戏比较陌生 所以我还挺怀念那个时候的阶段的 特别的深色 然后有一种劲儿在身上 就是我管他 我不管这场要难不难拍 难不难演 我就先上了 哈哈 就是出声牛肚不怕虎的那种感觉吧 你当时就是那场戏哭不出来啊 就很尴尬有点那种感觉啊 你现在回想是什么感觉 我现在回想 依旧是提醒自己以后不能出现这样的状况 嗯 因为我觉得是 嗯 因为一个剧组 一百多号人在现场等着 其实我不太能允许自己 我不太能允许现在的自己出现这样的状况 我会很内疚的 嗯 但当下 确实也给大家 给各位老师带去了麻烦 嗯 确实带去了麻烦 因为在香格里拉拍 然后特别冷 晚上 如果《狼天虾》上了 我觉得 大家看到那个 应该会看到那一幕吧 在大草原上面 然后晚上11点的香格里拉下着雨 哦 很冷很冷 非常冷 嗯 怀念那个时候 其实那种青涩的感觉是什么呢 其实在表演上面 他体现了什么 青涩的感觉 真 嗯 所有给到的都是最真实的反应 嗯 不会去预设 预想自己 接下来我要做什么样的反应 我要怎么去接他的话 我要有什么样的动作 所有当下的反应都是最真实的 都是身体激发的那一下当下的情感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 嗯 最宝贵的吧 对于我来说 嗯 其实我也没想到《狼天虾》会在 嗯 就是会 远于我后面几个作品之后播嘛 因为我当下以为他会是 最早播的那一个作品 嗯 但是我觉得对于影员来说 可能就是这样吧 就是 嗯 必须要经得住考验才可以 哪怕是我第一次拍戏的作品 但是他被放到当下来播 嗯 我相信肯定会有很多 呃 批评的声音也好啊 或者是怎么也好 我当然都接受了 因为我自己都是带着一个批判的眼光 去看我当时的一个表演 因为我觉得只有这样在以后 才能去规避一些 嗯 不好的东西 嗯 嗯 我也记得就是好像前一山导演说 你当时你下下戏之后会跟大家聊天 聊未来 聊定位什么的 我跟他聊的比较多 对 因为跟玉珊姐 他就像一个姐姐一样 然后很 私底下很温和 但在片场的时候比较严厉 大家都比较怕他 私底下他会跟我聊很多 他会给我一些建议 就是 对于演员这条道路上 然后我当时也会迷茫 也会问他 然后他也会给我解答 嗯 你记得他给你最大的一个帮助是什么 就是一定要一定要认清自己当下在做什么 希望不要迷茫 就是怎么说呢 这些话听起来很大 但是其实当下我能明白 因为当下我确实有一点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他跟我说 你一定要知道你当下在干什么 你在拍这个戏 你是这个角色 那你为什么要来到这里 就是 无论是你肖战也好 你摄影的那个急冲也好 就是你要知道我从哪里来 我要去哪 我当时觉得 哇 这个问题不是哲学吗 这个不是我小时候学的吗 但是其实你反复的问自己 我觉得这句话受用于任何阶段 包括我目前我也受用 小张为什么今天会在雨线 会在雨线 为什么会坐在这里接受采访 就是要问一下自己 然后过一下脑子 那你当时想的你未来会去哪里 完全不敢想 当时想的是可能先把这个戏给拍完 先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这个角色演好 不要辜负大家吧 我当时觉得 那你能想象到是现在这样的未来吗 想象不到 你现在怎么想你当下这个阶段 嗯 我觉得都是最好的安排吧 对啊 都是经历 我只能这么说了 我觉得 所有的经历都是财富 嗯 都是我以后比如说 拍戏也好 当演员也好 哪怕我不当演员了 我做一个平凡人 这都是我老来谈资 都可以哪怕我跟朋友聊天 因为我觉得我当时经历过什么 我成长了 对 我怎么样 我觉得挺好的 所以你甚至都还畅想过 可能回到富人的位置上 嗯 我觉得怎么说呢 畅想到没有 但是也有想过 说如果没有进入这个行业 现在的那个肖战在干什么 嗯 我在你身上看到一个很有意思 就别可以 别说是种专业吧 就是你在演角色的时候 你把很多很真的自己 往里边放 但是你平时是一个很有明星素养的人 明星素养 嗯 怎么说这个话 就是非常的周到 嗯 不是周到吧 我觉得哎呦 怎么说呢 嗯 我觉得真的是跟从小的 嗯 父母的那个 教育环境有关系 就是 想当 就是教育 我是要当一个有礼貌的人 然后 换为思考的人 哎 太根深蒂固了 而且对工作 其实对于我来说 无论是以前做设计也好 或者现在 从事这个娱乐圈的行业 绝对又认真对待工作呗 就是感觉像是没有 就是特别累的时候 或者是发脾气的时候 当然有 哈哈 那我不可能 不可能在 大众面前呈现嘛 对吧 当然会有了 也会有失落 也会有 嗯 不开心 当然都会有 我是一个正常的人呐 我也不是一个机器 嗯 但是 但是选择是公众 公众人物你要 你有那个责任啊 你呈现出来的东西 你是要 带给大家 力量的 而不是说 我传播负能量 我觉得这个不好 嗯 嗯 那如果 任何明星都可以传播负能量 我干嘛喜欢你啊 那我喜欢谁不好 对吧 就像我 我前天 看了我偶像的直播 这是他的演唱会的直播 啊 还 对 我当时我觉得 哇 特别感动 然后我今天看到一个公众号发的说 嗯 20年前 陪着他 补课 熬作业 做习题的是他 20年后 在公司加班 陪着的 还是他 就觉得 这才是 力量 这才是 公众人物该做的事情 啊 我觉得就 就这么简单 嗯 就是 完美跟 人味 就是有的时候 我啊 我可能不要那什么 我觉得就是 肖战可能是不是有时候 应该跑出一点人味出来 是啊 是啊 对啊 就是人 其实我一直很想综合的就是 人味 或者说是跟你刚刚提到的完美 但怎么样叫完美呢 难道 对大家 礼貌相待就叫完美吗 我觉得 哇 那现在对 现在的人对完美的 标准真的有点 不太高 我觉得没有完美的人 哪怕是 我很想 在 出现在公众面前 我很想营造一个 哦 我小时很nice 或者说我本来就很nice的 这样一个状态 但是 他也不是完美啊 他就是哦 他很有礼貌 仅此而已 所以 其实在生活里面 我非常做自己 就很放松 平时也不会怎么样 就是在家宅着 嗯 干自己喜欢干的事情 嗯 如果说肖战的人味呢 人味 对 有一些就是男明星 或者是男演员吧 可能会比较 他其实也在微博上怼过人啊 那我 我现在能在微博上怼人吗 哈哈哈 如果 我 我敢啊 你你觉得我 我经纪人第一个手撕我吧 哈哈哈 真的吗 真的 我觉得 就像我刚刚说的 一些负面的情绪吧 嗯 自己消化 我觉得不能 不能把这些负面的情绪带到 带到大众面前 嗯 对 其实有的时候 就是为了就是让大众 能够感受到你的那个正能量什么的 其实会不会牺牲一些个性 不会啊 我觉得 我觉得我依旧很有个性啊 对啊 一些工作 我会提出我自己的想法啊 但这些都是我幕后的工作 那幕后工作 幕后 那他就是幕后啊 我干嘛把他提到台前来 那OK啊 如果大家想看 那说不定我几年后 我录一个 我工作纪录片 OK 你们想看那就给你们看 对吧 但是我是觉得目前来说 有的工作是公众人物 他出现在公众面前 那就是 你要展现的 你作为一个公众 公众人物该有的担当跟责任嘛 那幕后的一些很繁琐的一些工作的一些日常的对接 那这些就属于幕后嘛 你有一些作品 然后也有就是团队的影响什么 就大家可能会把你塑造成一个可能受团队 或者是运营影响比较重的人 其实我觉得没有 我觉得我团队很尊重我 很尊重我 我有时候会跟他们发一些小脾气啊 小牢骚什么的 他们就会回怼我呀 因为我觉得很真实跟他们 包括私底下 他们都是 我有什么缺点立马跟我指出来 我配音的时候 发音不对 英文的发音不对 哇我经纪人就在旁边 不行不行 一遍一遍又一遍来 一遍一遍又一遍来 我觉得这个很好 就是身边必须得有人说真话 当然 我相信没有一个团队 希望把自己的艺人 做成一个或者说他 非常宣泄自己的情绪 我觉得不会有做最真实的自己 我觉得我就是这样 我认真对待我的工作怎么 不对吗 难道我现在就不录了 让我来走吗 哪怕是我觉得很疲惫的时候 那这个工作你 OK你接受了 你知道你接下来 需要有一个采访的工作 或者是一个其他的工作 那你死扛都得扛过去啊 对啊难道不是吗 我反正我从小受的教育就是这样 所以大部分时候就是 你拿着你的那个就是微博账号 就决定发不发 我都是想发就发呀 当然 当然你要说一些比如说 比如说一些可能没有那么日常生活的一些东西的话 那肯定是要大家来商议嘛 但你说我日常的我想发什么就发什么 我绿洲也是想发什么发什么 那是我私人正好 那像什么就是 不需要应援这种这么有点狠的话 这种也是你自己 发出来说不要想一想有运行的 因为我是觉得说 我不止一次的说过 希望大家可以有自己的生活 嗯 关注我的人 喜欢我的人 希望大家可以有自己的生活 可以过好自己的日子 嗯 对 还是我还是这句话 嗯 理智 爱惜好自己 不要伤害自己 永远都是这样 嗯 你现在会有一点PTSD吗 就是有一些创伤后遗症吗 你觉得我有吗 哎 我觉得自我调节吧 我觉得是一个快30岁的这样一个人了 一个男人 还是得自我调节 不是一个宝宝吗 对 不需要 就是每个人来喝 哎呦 你怎么样宝宝还好吗 就是自我恢复吧 嗯 那怎么办呢 那怎么办呢 对吧 当然我是觉得说 嗯 我不可能去要求别人 每一个人你们要怎么怎么样 你们要怎么怎么样 嘿 人家有爹妈呢 那我 我能做的事 我做好自己了 对吧 我给你们 我真的是有切成实力的在做 也在引导 那 最后的结果 我只能 尽我百分之百的全力去做 我现在喊口号 当然我 哈哈 对吧 当然我觉得喊口号 那个是个玩笑话 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口号 这个是真的 我希望大家可以听进去我说的话 嗯 嗯 我觉得现在应该大家慢慢在听了 一定有慢慢在听懂你的话 担心别人因为你就是对作品的观感或者是预期也不一样的 嗯 哎呦 说没有那是假的 在今年上半年可能又会被放弃之类的 哈哈哈哈 这种会 真的就是走到你的内心里面去吗 就是尤其是被如果被放弃的话 你会不会感觉到受到伤害 我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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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一个互相理解的呀 对吧 嗯 不能给他人造成麻烦 而且我在很早之前也说过 没有忘记自己从哪里来 对没有忘记自己从哪里来 从那往上走 再回到那 也接受 嗯 嗯 但是那一瞬间应该会挺难过的吧 难过 嗯 自我调解呗 那怎么办 需要人来安慰一下我吗 爸爸乖 那没办法 对吧 自我调解 因为我觉得说 嗯 也有很多人其实给我发信息 比如说安慰我呀 一些前辈也好啊 然后一些朋友也好 但是我觉得说最后的 核心的那个核在自己身上 嗯 别人说再多都没有用 道理都懂 然而呢 对吧 不是有这句话吗 道理我都懂 嗯 其实就是 大不了回到就是 狼连三那个时候 感觉那种 嗯 从那个时候开始 对啊 对啊 而且我觉得 从 人的本质来说的话 我比那个时候更强大 所以我怕什么呢 为什么你们那时候更强大 无论 无论是从 演戏方面的认知度 感知能力 然后扛压能力 理所当然比那个时候强大 如果就是有下一个角色的话 你希望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 哇 希望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希望是一个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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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你可以慢慢想 想想啊 希望是个什么样的人 哦 这个问题好大 希望是一个什么 就是有一个下一个角色 你希望这个角色是什么样子 什么样子 先理想这个 希望他是一个 可以坚持自己 理想报复的这样一个人 嗯 然后对肖战这个人 你有没有想到你的后这个答案 肖战吗 哈哈哈哈 希望做一个 更坚强 嗯 更 强大的这样一个人 啊 嗯 小战你好好活着啊 哈哈哈哈 哈哈 开玩笑 我的挺好 去去年的夏天 你会用什么形容词 或是怎么概括他 现在看 嗯 幸运 啊 幸运 嗯 对 幸运 今年的夏天 今年的夏天吗 哇 期许 顺利 啊 顺利 如果具体量化的话就是 戏能够好好的 太多了 我觉得这个指的就太多了 生活也好 事业也好 不求大富大贵 只求顺顺利利 哈哈哈 对 其实就是这样 其实一直以来我对自己的 期许也好 或者对自己的要求也好 其实就是 我希望可以顺顺利利 然后自己尽我所能做好我能做的事情 就这么简单 你最丧的时候能会干嘛呀 睡觉 然后看电影 哎 我觉得真的看电影很爽 而且我会找一个很符合我当下的心境的电影 比如说如果我开心我想看喜剧 我难过我觉得我太难过了 我怎么办 我发泄一下 我就会找一个可能 悲伤一点的电影吧 那我们再来一点正能量吧 我看这个问题挺值得问的 就是 我去年的电影新人 能否给我们的电影行业打打气 电影行业吗 对 我觉得一切都会好的 真的 脾气太来 我现在听到最多的就是这一句话 整个行业都在复苏 不止整个行业 整个社会在疫情走出来之后 我觉得大家都会慢慢变好 然后大家一起努力 其实就这么简单 一定会好的 坚信 好嘞 要怎么样 坚信 是也不用 坚信 坚信会好